孔子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人生经验多吧 孙秋你们知道孔子贡 贡献很有钱 也很能说 口茶一流 有一天发生什么事呢 可能他们牵到马饿了 他们要休息 跑到人家庄家 去吃草 刚好人家农夫在干活了 就把马 拴起来了 他们休息完了 怎么一看马呢 哦 再一看庄家弄得乱七八糟 知道是农夫干的 当然人家火了 子贡呢 自高费用的 我去跟他要马 我去了 回头脱脸的回来了 孔子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人生经验多吧 早年丧父 孔子就笑一笑 他就说 他们签的吗 他们也有农夫啊 就农人吗 说这样好了 你辛苦一趟 你过去把马要回来 农夫他自己都带去 心里像口菜一溜的子宫都没要回来 我 哎 叮得邦当 叮得邦当 去了 叮得邦当 叮得邦当 马签回来了 孔子说得好 他是农家 你子贡讲的话 他听不 农夫对农夫 王八草绿豆 看对也啦 他在耳朵里面 逢楼末 未经许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